第九十一集 随着第一轮的结束 迎来的是三炷香的休息世界 这一刻 北岸所有弟子全部都气势汹汹 死死的盯着南岸 盯着白小纯 他们都在等待第二轮开始 要去用所有手段 打倒白小纯 甚至这一次北岸的胜利与否 大家都不关注了 此刻唯独关注的 就是如何血洗前耻 白小纯 这第二轮 一定让你知道 你带给我们北岸耻辱 我们就要让你付出残重的代价 这种人 就应该是被一群战兽扑倒 这才解恨 这第二轮让他悲痛一声 打倒白小纯 打倒这无耻之徒 北岸声音传出 他们要干掉白小纯的戏 此刻全部凝聚在了前方出战的八人身上 这胜出的八人 除了鬼牙平静的闭上双眼外 其他七人都摩拳霍霍 他们知道自己代表了北岸所有弟子的意志 这一刻 看向白小纯时 眼中都有强烈的光芒 彼此内心也有分析 都在思索方才白小纯的那一战的细节 渐渐的各自都心中有底 找到了能去克制之法 这白小纯只不过是有丹药而已 只要不给他拿出丹药的机会 一切就足矣 一丹药取胜罢了 没有丹药 灭他轻而易举 这第二轮 他必败 而且 会很凄惨的败 太过分了 白小纯心底满是委屈 他觉得北岸太欺负人了 自己不就是胜利了一场吗 至于这么凶残吗 他想要开口说些什么 可担心自己一说话 估计对方那边就会炸了 就在北岸激昂的同时 南岸也发出了不甘心的声音 气势慢慢的也都掀起时 欧阳杰的话语 默然的传出 三炷香已过 进行第二轮天交战 抉择前六 你们十一人 会有一人轮空 直接进入前六 余下十人 按照抽签的顺序 两两对决 欧阳杰话语回荡时 突然呢 在这站台上出现了一道光 这光形成了一个圆球 足有半丈大小 漂浮时 包括白小春在内的南北十一人 他们手中的珠子 在这一刻 似受到了召唤 瞬间离手而去 直奔着圆球 融入其中 可以清晰的看到 这些珠子 在融入圆球后 上面标注的数字 被替换成 从一到十 还有一个珠子 则是空白 十一个珠子 在里面不断的旋转 越来越快 直到看不清后 这圆球模糊起来 以悬殊秘法 遮盖了天机 求的是一个公平公正 就算是老夫 也无法干扰这 圆球内的珠子 所以你们大可放心 现在全部摄取 选出自己的序列 欧阳杰的声音扩散时 北岸徐松 狠狠地盯着白小春 冷笑开口 白小春 你祈祷这一轮 碰到的不是徐某 否则的话 你注定悲催 说完 他抬手 射取一枚珠子 拿在了手中 不管你遇到了谁 这第二轮 你都输定了 而且会很凄惨 北岸一个天骄 咬牙冷声开口时 众人都抬起右手 向着圆球 摇摇一抓 白小春也在其中 带着委屈 抓了过去 瞬间 就有十个珠子 急速飞出 分别的落向众人 我是三行 我是七行 我是一行 每一个北岸弟子 都在拿到珠子后 立刻开口 说出自己的序列 气势 随着一句句序列 传出快速崛起 他们每个人 在说出后 都会看向白小春 眼中露出凶残 鬼牙低头看了眼 手中的珠子 也淡淡开口 九号 很快的 站台外所有北岸弟子 愕然发泄 他们北岸的八个天骄 居然没有一个抽到轮空 十个数字 此刻只缺四号和十号 一个个 短时紧张起来 看向南岸 我十四号 上官天佑淡淡开口 十号 周新奇灭色 有些难看 话语说出时 看了一眼北岸的鬼牙 当除了白小春外 所有人都把序列说出后 南岸众人 一个个神色立即诡异起来 尤其是里面香鱼山的 曾看到白小春 当初小笔的外门弟子 一个个都睁大了眼 不 不会吧 他们有些无法置信 而比他们更无法置信的 则是摸拳霍霍 准备这一次 要好好教训白小春的 北岸众人 一个个都傻眼了 瞬间 此地无数目光 齐齐凝聚在了白小春的身上 白小春脸上掩饰不住的得意 他方才就看到了 自己拿到的小球上面 居然没有数字 他还以为自己看错了 又仔细地看了一遍 这才确定 此刻 眼看着众人 都看向自己 那种万众瞩目的感觉 让白小春觉得 人生寂寞 于是小秀又是一甩 摆出高手孤傲的样子 抬头看着天空的白云 口中淡淡地 传出忧郁的声音 不好意思 我轮空了 想要战我 你们要继续努力 随着他话语的传出 四周出现了短暂的寂静 几个呼吸的时间后 北岸那里 木然间传出了 无数的怒吼与哗人 不可能 该死的居然轮空 为什么是他轮空 这无耻的白小春 为什么是他呀 他这都什么运气呀 是一个人选择 居然还能被轮空 这种人 居然有如此运气 太没有天理了 我受不了了 我受不了了 太能卖弄了 我要干掉他 北岸外门弟子 本打算这一次血洗 前耻 可竟发现轮空 一个个差点喷出一口老血 此事 立刻爆发开来 形成了无憋无忌的怒吼 使得出战的北岸天骄 也一个个都仿佛一圈 打在了棉花上 那种感觉 让徐松等人 都内心极为憋屈 看向白小春时 恨不能用目光 将他分尸 就连南岸众人 也都神色古怪 说不出话来 他们早就看出了 北岸欲战白小春的心 强烈无比 可如今的变化 不用去想 就能知道 北岸的郁闷 已然滔天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一念永恒 这算什么呀 白石书小笔的时候 轮空两次呢 有香云山的外门弟子 忍不住敲声说道 被身边的人听到后 一个个都瞪大了一眼 露出了不可思议 什么 以前也弄空过 哎呀 白石书这运气 无法形容了 白小春 依旧摆出高手寂寞的样子 目光扫过北岸 轻轻摇头 似一样很遗憾的模样 使得北岸彻底发狂 可再怎么发狂也没有办法 在这憋屈中 第二轮天交战开始了 只是没有了白小春 似乎这天交战也都没了兴趣 尤其是十个人里 南岸只有两个人 也就代表着有三场 是北岸自己和自己打 第二轮的第一战 就是如此 当北岸的公孙婉儿 与另一个北岸前十一 走上台后 根本就没怎么出手 那北岸前十的弟子 就败下阵来 看得南岸都很是复杂 好在第二战 轮到了上官天佑出战 可他运气也极好 对手不是北岸此刻的四大天交 而是一个前十的弟子 这一战 上官天佑不菲吹灰之力 轻易取胜 使得南岸众人松了口气 最起码胜了一场 可紧接着第三战 第四战 都是北岸自己人在争夺 虽然也激烈 可那种天交战 已与南岸无关的感觉 让南岸是苦涩沉默 直到最后一战 等周新奇神色凝重的走出时 南岸的欢呼声才掀了起来 可包括南岸弟子 也都不看好这一战 因为周新奇的对手 是北岸最恐怖的鬼牙 曾一直几乎灭杀了吕天磊 你与之前用雷的家伙 谁抢 站台上 鬼牙望着周新奇 认真地问道 女师兄略抢一些 周新奇没有认为 对方这是在羞辱自己 一样认真地回答 这样 我之前用了七成力 这次我用四成力好了 应该不会杀了你 鬼牙喃喃 声音传出时 四周听到之人 一个个都苦涩 他们相信鬼牙 虽说的是真实的 可这种真实 让人绝望 周新奇深吸口气 双手立刻掐绝 顿时身体外 有无数蓝光飞舞 竟在四周 形成了无数的蓝铃 组成了一株蓝色的花朵 这花朵一出 顿时散发阵阵的犀利 百变草木绝 南岸众人 立刻有人认出这数法 纷纷惊人一阵 这百变草木绝 虽不如鬼夜行 与水则国度 可一样是十大秘书之一 讲究的是以秘法 幻化出草木对敌 变化极多 很是诡异莫测 在李清侯手中 甚至可以将方圆百里 变成虚幻的草木世界 到了最后 更可晋升为真正的秘书 草木皆兵 周新奇灭色苍白 施展此法 对他而言也是不小的消耗 他知道自己不是对手 可他的世界里 没有主动认输这四个字 回首阶 立刻 这蓝色的花朵通体一阵 竟无限的蔓延 直奔鬼牙 更是张开花朵 如咬吞噬 气势掀奇 一看不俗 白小春目光一宁 对于周新奇的这术法 也露出感兴趣之意 可就在这时 鬼牙抬头 神色平静 右手抬奇 依旧是一指 不是指贴 而是指向周新奇 紧接着 他右侧的虚无 突然传出轰鸣 竟有一个巨大的黑色鬼爪 直接幻化出来 一拳轰去 这拳头极大 占据了半个站台 覆盖了所有人的墓中 大半个世界 一拳轰在了这蓝色的花朵上 雌花颤抖 瞬间崩溃成为飞灰 而那鬼爪 没有丝毫停顿 视如破竹 出现在了周新奇的面前 直接落下 巨像陶天 周新奇喷出鲜血 整个人猛的倒卷而去 废除了站台 落地后 不断退后 连续喷出七八口鲜血 这才站稳 灭色苍白 抬头看了一下 站台上此刻转身 走向北岸的鬼爪 他的墓中 露出坚强 四周寂静 只有吸气声 不断地传出 第九十二级 太强了 这鬼爪 怕是就连那门弟子都可以直接捏牙 真真正正地筑基以下第一人 这种宁气斩力的巅峰 一定是触摸到了念的境界 哎呀 一定是这样 只有具备那神秘莫测的念 才可以拥有这种恐怖之力 南岸也好 北岸也罢 在短暂的寂静后 都传出了低声的议论 仿佛 没有人敢在这个时候大声开口 北岸的其他天骄 一个个都复杂 任谁也不愿 同一个时代里 有这样的强者出现 南岸这儿 上官天佑沉默 他的心不平静 这鬼爪击败天骄的感觉 如同天骄去击败寻常弟子 很显然 鬼爪与天骄之间 根本就不在同一个层次 白小纯也看得心惊肉跳 对方只出手两次 可每一次都震撼所有人 此刻 前六已抉择出来 北岸四人 南岸两人 分别是上官天佑 白小纯 鬼崖 公孙兄妹 以及徐松 对于天骄战 有过了解的弟子 此刻都明白 接下来的第三轮 也将是最后一轮 这一轮里 前六的所有人 都要分别与对手交战 根据胜利的次数 来抉择出前六的名次 若能无偿全胜 自然就是第一 以往的千年 每一次都是北岸中 出现这种横扫一切的弟子 取得贵贯 这一次 所有北岸的外门弟子 都明白 鬼爪 就是这种人 而且明显 比以往那种横扫一切之人 还要强大太多太多了 南岸沉默 若没有鬼崖 他们觉得 上官天佑还是有希望的 可如今看去 上官天佑 很难去争夺第一了 第二也好啊 南岸弟子纷纷的感叹 也有不少目光 落在白小春身上 对于白小春 他们每个人 都说不出是什么感觉 甚至他们无论如何去想 都没有白小春出手的印象 仿佛 从他进入山门开始 就没怎么与人打斗过呀 唯独的印象 是对方在洛辰家族的追杀中 活着回来 除此就没了 沉默中 不少人心底一放弃 他们知道 这一次的南岸又输了 输了前十的总人数 也输了第一 相比于南岸 这一刻北岸的外门弟子 一个个都振奋 眼中露出期待 更有凶残 他们都盯着白小春 前六的规则 应该不会改变 这一次 白小春必定凄惨 没错 按照规矩 他要和所有人都战一次 也就是说 我北岸所在的四位天骄 每一个都可以狠狠地 辱领他一份 学习此人 对我北岸造成的羞辱 不但是北岸的 寻常弟子这么想 徐松和公孙兄妹 一样冷笑 看向白小春时 已是志在必得 白小春一缩头 心底感慨 修仙是为了长生 干嘛打打杀杀呀 他很是无奈 看着全部怒视 自己的北岸弟子 唏嘘摇头时 欧阳杰的声音 木然地传出 第三轮天交战 规则照旧 以胜利场次计算 第一场 上官天佑 徐松上台 鬼崖公孙云其次 白小春 公孙婉儿最后 同时展开 话语回荡时 一道光 从上方楼台落下 直奔站台 刹那间 就将这站台 分成了三个区域 彼此有隔膜存在 封印开来 上官天佑 上官天佑 双眼猛地露出 精芒 身体 一瞬间 冲出 刹那上了站台 第一处去 几乎在他出现的同时 北岸徐松 一样飞出 二人目光 对望 都看出了 彼此的凝重 二人没有废话 目光在对望的瞬间 徐松挥手 立刻四周 由凶手怒吼传出 三尊凶手出现 样子各异 但却都争宁无比 直奔上官天佑的同时 在上官天佑的上空 瞬间出现一个 巨大的鲸鱼口 向着他 木然地吞来 更是在他的脚下 地面的咔咔声中 一条条处须 转出 缠绕而来 与此同时 鬼牙缓缓走出 一旁的公孙云沉默 眼中骨虫 似都在震动 他知道 鬼牙的强悍 可他不愿认输 目中露出精芒 你就算再厉害 我也要一战 他深吸口气 一刨翻滚 与鬼牙一起上了 站台的第二处去 公孙瓦冷哼了一声 也走了出来 瞪向白小淳 白小淳最不怕的 就是这个 于是也狠狠地 瞪了过去 二人就这样 彼此瞪着 上了站台 第三处去 几乎在白小淳上台的刹那 北岸的外门弟子 立刻传出了吼声 不再去关注 另外两个区域之战 而是全部看向白小淳这里 一个个 目中带着愤怒 公孙师姐 灭了这该死的白小淳 灭了他 灭了他 沉沉吼声回荡时 公孙瓦儿眼中寒芒一闪 没有召唤出他的七彩凤鸟 而是右手掐绝一指 眉心 立刻他的身体竟出现了七彩之光 更有冰寒的寒气瞬间扩散开来 使得地面都有了霜 你认输吧 我一旦出手 自己都害怕 白小淳 眨了眨眼 好心的开口 他这句话一出口 公孙瓦儿脑海里 不由的出现了 北寒烈的那一幕 顿时面色通红 起了煞气 闭嘴 你这灯徒子 这一次 定要让你付出代价 他说着 右手木然一挥 一道冰刃 瞬间出现 直奔白小淳 白小淳一脸无辜 他只不过是好心的说了一句 也不知道怎么就成了灯徒子 此刻叹了口气 右手一拍除无带 立刻无数符咒出现 被他很是熟练的 直接拍在了身上 哄哄之声瞬间出现 一道道防护之光 竟足有一丈多吼 五彩斑斓 更是惊人 这还没有结束 白小淳拿出了神河盾 立刻此盾光芒一闪 环绕白小淳四周 又多出了一道光 还有他的手腕上 李清侯送他的手镯 在这一刻也被击发 直接蔓延全身 使得他整个人看起来 一尘黑色 配合背后的大锅 这一刻的白小淳 让所有人都是目瞪口呆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一念有恒 偏偏 白小淳做出这些事 无比的快速与熟练 让人一眼就能看出 他是经常这么干 北岸所有弟子 全部睁大了眼 呆呆的看着那道兵刃 在碰到白小淳身上的防护之光后 层层削弱 到了最后 碰的一下崩溃 防护之光内的白小淳 毫发无损 若仅仅如此也就罢了 所有的北岸弟子 都愤怒的看到 光木内的白小淳 居然背着手 抬起下巴 看着天空的云朵 一幅高手的模样 太弱了 我从不与 打不破我防护层的人交手 白小淳小袖一甩 继续背着手 公孙娃眼 桌子都快瞪出来了 整个人都带了一下 他与人斗法太多次了 不是没见过擅长防护的 可如眼前这白小淳一样防护的 这还是人生的头一遭 他看着那至少有数十层的防护之光 看着里面的神鹤盾 看着白小淳身上的黑色之物 又看着他背后的大锅 甚至他还依稀看到了白小淳的身上 似乎还穿着好多件皮衣 他觉得整个人都不好了 神情都恍惚了一下 无耻 居然这么多防护符肘 还有防护法宝 该死的 这是天交战 不是比谁有资源 公罪师姐 一定要灭了他 我要炸了 我看到这白小淳 我就想去揍他 北安怒吼的同时 南岸也都傻眼了 可里面香云山的一些弟子 此刻却心里感慨很多 尤其是里面有一个大汉 更是看到这一幕后 眼中有些泪化 他万分的离结北安 因为他就是当年小笔时 被白小淳的防护之光 生生折磨的脱离的那位 就连露台上的掌门等人 也都无言了 面面相娶 纷纷苦笑 站台第三区域 公孙婉 银牙一咬 双手掐绝 立刻 他四周兵人大量的出现 形成了漩涡 直奔白小淳而去 轰轰之声 在这一刻透天而起 那些兵人极为锋利 一层层的轰开防护 可眼看轰开了不少 生河顿一闪之下 立刻就全部化解 还是太弱 白小淳傲然开口 他心里都乐开花了 大有一种身为强者的自豪感 这一幕 让北岸众人更为的怒吼 若非是不敢触犯门规 怕是所有人都由出手 一起虐杀白小淳的冲动 公孙婉 眼中煞气弥漫 咬牙再次出手 这一次 更多的兵人出现 甚至他没有结束 始终维持术法 使得兵人连绵不绝 直奔白小淳而来 气势惊人 很是恐怖 白小淳也心头一跳 他四周的防护 在坚持了树袭后 立刻崩溃 神河顿急速运转 眨眼就防护的严密 这才让白小淳心底松了口气 再次抬起下巴 刚要开口时 公孙婉 劈头散发 发出了一声尖叫 全身传出轰鸣 嘴角溢出鲜血 眉心的位置 赫然出现了一个血色的冰花 四周天底之力 轰然涌来 气势非凡 与此同时 北岸传出惊天动地的欢呼 不少人都振奋的狂吼 是公孙师姐的血冰花 这血冰花是公孙师姐的杀手锏 就连宁气九层都无法阻挡 这白小淳防护再多 也都败定了 这冰花急速飞出 竟散发出阵阵恐怖的气息 改变了四周的温度 顺杰直奔白小淳飞来 视如破竹 那些防护之光全部崩溃 神河顿刚要阻挡 这血色冰花居然分成了两份 一份被阻 一份被扭曲间 出现在了白小淳的面前 狠狠地印在他的胸口 砰的一声 白小淳诧异地低头 感觉好似被一个雪球给打了一下 轻轻地一抖 抬头时 看着劈头散发 目瞪口呆的公孙娃 你慢慢打 我去看看比赛 说着 白小淳转身 看向了第一区域 与第二区域的争斗 看得有滋有味 甚至还不时地高呼加油 那模样怎么看 怎么潜走 第二区域内 此刻鬼牙收回伸出的两根手指 对付其他人 他只需要一指 可面前的公孙芸 竟可以抵抗他的第一指 此刻 公孙芸面色苍白 快速地后退 苦涩地认输 抵抗第一指 已经是他的极限 他不能受伤太重 他即便是争不了第一 也要去争夺第二 向着鬼牙抱拳 公孙芸走下站台 回头看了眼 公孙娃儿的地方 他皱起眉头 鬼牙神色平静 也离开了站台 同样在离开前 扫了眼白小春那边 看到白小春那些防护后 他目中露出一抹一芒 站台外的南岸弟子 全部低下了头 他们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了 对于北岸 彻底的同情 北岸的弟子疯了呀 公孙娃儿抓狂了 他尖叫中扑向白小春 用了所有的方法 无数的神通术法轰去 可依旧 无法破开白小春的护盾 尤其是最后一道 那黑色的手镯 化作的液体 覆盖全身 这可是能阻挡一次 助击修饰的保命之物啊 直至一注香后 公孙娃儿喷出一口鲜血 整个人虚脱下来 他无神的望着白小春 一眼中露出了绝望 正要拼了去 将凤鸟召唤出来 可白小春瞄了他一眼 手中出现了一枚丹药 在手心里扔来扔去 公孙娃儿愤愤 死死的握住拳头 是叔 他憋屈的开口 一眼中露出强烈的不服气 承让承让 还是你深明大义 没逼我出手 白小春心底老开心了 可表面上却摆出高人的姿态 抱拳 淡淡的开口 就这话说出 南岸那一个个弟子 眼泪都出来了 公孙娃儿更是气得浑身发抖 咬牙离去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上官天佑与徐松的一战 也到了尾声 上官天佑一剑落下 又强光惊天 光芒消散后 徐松的身前 五尊兽全部萎靡 他自己也登登登的退后了树步 看向上官天佑时 眼中露出了敬佩 剑灵之体 果然非凡 他嘴角溢出鲜血 缓缓开口后 转身走下站台 上官天佑沉默 目光落在鬼崖那里 有精芒一闪 他知道 自己的对手 在这里 只有鬼崖 想必他也与我一样 觉得与其他人开战 很是无聊 上官天佑收回非解 目光扫了白小春一眼 看到他身上的防护 眼中露出轻蔑 走下站台 迎接他的是 南岸无数的欢呼 在这欢呼中 白小春也傲然的归来 第三轮的第一场 六人交战 胜者 鬼崖 上官天佑 白小春 败者 徐松 以及 公孙兄妹 相比于上官天佑 与鬼崖的胜利 北岸没有太多关注 他们此刻 已经被白小春的 几次三番的无耻 给气缝了 白小春 已经成功的 引领了这一场 天交战的节奏 甚至造成了影响之大 难以估算 北岸外门弟子 一个个儿红着眼 握住拳头 死死的盯着白小春 被数万人这么瞩目 白小春很心虚的摸了摸鼻子 装作没看到 公孙婉儿气得浑身发抖 身边兄长公孙云 低声劝说 这才咬牙打坐 恢复灵力 其他人也都抓紧时间 让自己恢复 三炷香的休息时间过后 第三轮的第二场 正式开始 第一区域内 鬼崖的对手 变成了公孙婉儿 公孙婉儿苦涩 望着面无表情的鬼崖 他没有出手 选择了认输 他不能再受伤了 否则的话 之后的几场 他会极为不利 随着公孙婉儿的认输 鬼崖直接胜出 与此同时 第二区域的斗法 正在轰鸣 上官天佑的对手 是公孙云 这能在鬼崖手中 抵抗第一指的公孙云 此刻袖子一挥 全身上下无数的 虫骨飞出 铺天盖地 直奔上官天佑 上官天佑神色微微凝重 右手抬起时 一把飞剑翁鸣而出 剑气纵横 这一战 本应该是万众瞩目 可如今 不管是南岸还是北岸 几乎所有人的目光 都落在了第三区域内 在那里 白小春一脸傲然地上台 他的前方对战之人 是徐松 徐松望着白小春 嘴角露出冷笑 擅长担忧 擅长防护嘛 不过 你这一次遇到了我 注定你会极为的凄惨 话语间 徐松右手抬起猛的一挥 立刻四周虚无传出卡卡之声 竟有三尊凶手 凭空出现 这三头凶手 一个是身子足有一掌多高的巨大猩猩 还有一个 则是一头猛虎 而最后一个 居然是背由翅膀的巨大蝙蝠 这三尊凶手刚一出现 胸眼滔天 气势惊人 每一个都赫然给人 拧起九层的胃啊 嘿嘿嘿 白小春 看看你的防护 能否成熟得住我这三尊战兽 不间断的轰击 哎 你认输吧 白小春叹了口气 右手抬起尸 取出了发情丹 同情的又看向徐松 又是这句话 又是这句话 灭了 灭了白小春 在白小春话语说出的瞬间 北岸弟子奇奇怒吼 望着白小春手中的丹药 徐松是扬天大笑 神色露出轻蔑 更有强烈的得意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一念有恒 嘿嘿嘿 早就知道 你会取出这无耻的担忧 不过 你真的以为 徐某没有任何准备吗 我这三尊战兽 是特意为你预留的 他们 都是死兽 徐松得意非凡 这才是他最大的把握 他有信心 这一次一定要为北岸出口气 这北岸弟子听到这番话 也都振奋了起来 不断的欢呼 为徐松喝采 白小春内心咯噔一声 眼珠子在眼眶里边飞快一转 神色如常 依旧是眼中带着同情 淡淡的说了一句 我这丹药对兽有用 对人也有用 白小春吓唬的开口说完 看了徐松一眼 又瞄了瞄徐松身边的三尊瓷手 他这话语一出 北岸弟子瞬间是一片死寂 每个人都呆了一下 随后脑海里不由自主的浮现了一幕幕想象出的画面 那画面太凄美 以至于让所有人都倒吸了口气 徐松更是睁大了眼 脑海里边是轰的一声 有如天雷轰击 他面色瞬间苍白 想起了北汉里 想起了公孙瓦 又想起来 若是白小春说的是真的 那么自己一旦被丹药触碰 发了情 那 他用力的咽了一下涂抹 下意识的 看一下身边的三尊战兽 整个人都发抖了 与此同时 这三尊战兽似有灵指 居然也看了看身旁的徐松 浑身发抖 徐松没有任何迟疑 瞬间就将三尊战兽给收走 他不敢赌啊 哪怕他觉得白小春所说九成是假 他也不敢去拿这种事去赌 就在徐松将那些战兽收起 心神震动的瞬间 白小春向前一步走出 全身光芒闪耀防护开启 整个人迈着大步直接临紧 右手抬起 向前猛的一挥 这一挥 一股大力扩散 徐松的强悍 在于他控制的兽多 此刻不敢取出战兽 实力 一下子弱了一大半 根本就无法抵抗 直接被白小春卷起 鲜血喷出 登登登的后退 愤怒 与憋屈交加 他发出一声淒厉的嘶吼 握拳认输 白小春眨了眨眼 干咳了一声 抱拳后大摇大摆的离取 他身后很快就传来 无数的怒吼与抓狂 白小春 你你你你 那该死的担药 必须被灭绝掉啊 天哪 天哪 谁去把这卑鄙的白小春 给干掉 我出十个零食 我出十五个 十五个零食 干掉白小春 北岸是疯了 无数人开口时 累积的零食 很快就上万之多 看得南岸众人 一愣一愣的 纷纷对白小春 敬佩到了 前无古人的程度 这种公然的悬赏 让白小春面色都变了 赶紧快走几步 跳下站台 觉得背后凉嗖嗖的 尤其是 当他看到这悬赏的零食 居然都超过了两万后 他的心也跟着颤了起来 你们不讲理啊 我白小春每次出战 可都是先劝说对方认输的 白小春着急了 又解释了一句 这一解释 北岸众人更为发狂 直接将零食 追加到了三万的程度 天空上那只凤鸟 一连幸灾乐祸 在半空中不断的叫唤着 看得白小春心底恨恨 甚至上方楼台上有不少长老 都露出感兴趣之意 我是荣耀弟子 我是掌门师弟 谁敢悬赏我 我让我师尊 把他 把他 逐出师门 白小春掩开如此 头皮发麻 扯着嗓子威胁道 于是 北岸更疯狂了 不知是谁 第一个没忍住 直接扔出一把飞剑 搁着站台飞来 于是 无数的北岸弟子 几乎全部取出了法宝 身边的战兽 更是嘶吼 仿佛要爆发 吓得白小春迅速后退 好在这个时候 楼台上那些宗门长辈 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一道光芒落下 阻挡了北岸 与此同时 上官天佑与公孙云的遗战 也到了尾声 上官天佑出动了三把飞剑 公孙云用了浑身解数 最终暗淡的认输 结束了此战 上官天佑微微气喘 公孙云的强悍 让他不得不认真起来 此刻走下站台时 目睹北岸的疯狂 他皱起眉头 看了白小春一眼 眼中露出轻蔑与不屑 甚至心底还多多少少有些嫉妒 依靠一枚丹药与防护 居然和我一样走到这一步 哼 上官天佑转头闭目 盘西吐纳 第九十四集 白小春继续说话的机会 心念一动 立刻四周虫骨发出刺耳鸣角 瞬间冲出如一片虫海直奔白小春 那些武功在地面急速临机 而那些黑色的甲虫竟全部飞起 铺天改地冲向白小春 这种虫海 其内每一个虫骨都具备一定的攻击力 防护之光 虽可抵御一下 可也最怕这种密集的攻击 甚至白小春可以想象他的防护 在面对公孙云时 根本就没有多少优势 公孙云 你别逼我 你赶紧认输认输吧 我真的不想继续出手啊 我一出手你 你就废了 白小春面次苍白 急速后退 连忙高呼 那就看看 是你的血肉先被吞噬干净 还是我先如你所说的废了 公孙云冷笑 眼中轻蔑更多了 挥手时 哪些虫海 更多的从他的身上涌现出来 这一幕 让南岸的众人都看得头皮发麻 望向公孙云时 一个个都心敌骇然 对于公孙云的强悍 有了深刻的了解 此人不但擅长虫骨 竖法也是一样惊人 可以抵抗鬼牙一指 甚至上官天佑战踏 也都需用出三件 且消耗不少 北岸众人掩开如此 一个个顿时振奋 全部激动起来 公孙师兄好样的 干掉白小春 白小春 这一次看你如何抵抗 等着吧 那些虫子会很快 钻入你的体内 吞噬你的血肉 白小春啊 你也有今天 北岸的无数弟子激昂 他们身边的无数战兽 似也感受到主人的兴奋 纷纷的在一旁嘶吼起来 眨眼间 那些黑甲虫就扑到了白小春的面前 覆盖在了防虎之光上 不断的撕咬时 防虎之光 肉眼可见的 极速暗淡 那些红色的蜈蚣 也随之而来 从地面竟跳起 使得防虎之光 暗淡的更快 甚至 这些蜈蚣 诡异 居然有不少 正快速的 钻入一层层光幕里 白小春头皮发麻 眼睛一红 他大吼了一声 顾岁宇 这是你逼我的 白小春也是无奈 他本不想发动杀手锏 可如今没办法呀 只能叹了口气 心底无辜的 一跃而起 全身防虎之光猛的震动 将不少覆盖在上面的冲骨震开 在他们又要冲来时 他右手拿着发情单 向着北岸弟子所在的方向 猛的扔出 搜的一声 这单要速度极快 在众人还没等反应过来时 就到了北岸弟子的半空中 那些弟子一个个愣住了 抬头的同时 耳边传来白小春的一声低吼 爆 轰的一声 那枚发情单 瞬间崩溃爆开 化作了巫术飞灰 向着四周 扩散开来 直接 就将小半区域的北岸弟子给笼罩 公孙云猛的睁大眼 露出吃惊 此单对人有没有作用 白小春是真的不知道 他炼制的怪单太多了 自己一个都不敢尝试 不过他很清楚 这发情单对于凶手而言 那刺激是多么的强烈 眨眼间 被发情单笼罩的那片区域 所有的战兽一个个都发狂的扬天嘶吼 身体膨胀起来 眼珠子全部通红 粗重的呼吸 立刻让他们的主人发出惊呼 急速的后退 哗的一下 这片区域内所有北岸弟子 一个个封了一样的退后 很快 就使得这片区域没有人了 只有一尊尊在那里嘶吼 四下乱看 似乎在寻找目标的凶手 看得所有北岸弟子哗然 数万人顿时散乱一片 白小春 北岸弟子 几乎全部都发出了尖锐一支声 惊天动地时 公孙云的额头出汗了 她的体质 在修行了重骨后 就从来没有出过汗 可眼下 她呼吸急促 看着白小春 在不远处手中又拿出一枚丹药 而且明显的 那些凶手 一个个在这丹药出现后 立刻就躁动起来 这立刻就让公孙云想到了 北韩猎身上缩一开的丹药 你 你 一股强烈的不妙之感 顿时浮现公孙云的心头 她的心在颤抖啊 脑海里浮现了无数的画面 此刻急速后退 甚至双腿都抖了起来 她可以想象 一旦白小春把丹药扔到这里 那么 下一瞬 自己将被众多的战兽 直接的 扑上来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一念有恒 嗯 这是你逼我的啊 我也不想啊 白小春哭丧着脸 来声叹气 正要扔出手中的丹药 我 我认输 公孙云发出这一辈子 从来没有过的尖声 她的面色煞白 身体猛的后退 近乎落荒而逃 赶紧冲到了人群内 似乎受惊过度 在看向白小春时 已是带着前所未有的恐惧 啊 白小春一睁 看了眼此刻已经是尸魂落魄般 躲在人群内的公孙云 又看了看 那些暴躁的战兽 她觉得有些不妙了 尤其是那些战兽 此刻有那么几只大猴 死死盯着白小春手中的丹药 已经开始靠前了 白小春的额头也出了汗 她赶紧目光落向 北岸弟子所在的方向 哗的一下 她看去的地方 那些北岸弟子一个个心惊肉跳 都不敢出口 去怒吼白小春了 瞬间就四散开来 白小春着急啊 又看向其他地方 结果 但凡是她目光扫过的区域 瞬间所有人都散开 阵阵杂乱连爬带滚 还有拥挤的残叫 络绎不绝 到了最后 白小春着急的回头 看了一眼南岸的弟子 瞬间 南岸所有人都头皮发麻 齐齐后退 眨眼的功夫 就全部退后了数十张 本师说 我们是自己人 自己人哪 还有不少人急忙高呼 就连鬼崖与上官天佑 此刻也都灭色大便 急速的后退 那些狂躁的战兽 此刻又有不少靠前 一个个眼珠子赤红 看得白小春 额头汗水更多 怎么办 怎么办 我都说了让你们认输 我一旦出手 我自己都害怕 白小春很是无辜 咬牙看向北岸 你们 谁方才说要悬赏我 北岸众人瞬间低头 没一个敢对白小春对望的 一个个心都在颤了 白小春心也颤了 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善良的人 不能随意扔掉手里的丹药 正发愁时 眼看那些战兽 一个个都越发暴躁 白小春忽然余光 看到了天空上还在得意 趾高气昂的那只周长老的凤鸟 他双眼一亮 白小春来不及多想 直接将手中的丹药 向着那凤鸟急速的扔了过去 丹药化作一道长虹 直奔周长老的凤鸟而去 这凤鸟正在幸灾乐祸 没留意丹药飞来 当他查局的时候 全身羽毛都炸起来了 发出凄厉的惨叫 正要闪避 碰了一声 丹药爆开 无数的坟墨沾了一声 凤鸟呆了一下 紧接着下方那些战兽 一个个发狂的嘶吼 全部以火辣辣的眼神 似要扑上天空去追凤鸟 就连楼台上的掌门等人 也都倒吸口气 全部都站起到了边缘 目瞪口呆的看去 这个对旁观出手 被违反规定了吧 不知哪个长老 下意识的开口 可却发现 其他人一个个都没注意到这里 尤其是北岸 此刻还剩下的三个长座 竟一个个都目露齐盲 他们所看 是那片空出的区域里 众多战兽中的其中一个 那是一个鹿模样的战兽 此兽如今也在嘶吼 明显的有了发情之意 此刻正向天空的凤鸟咆哮 这弹药 之前我还以为 就算是有些效果 也只能影响三阶血脉 没想到 竟连二阶血脉都可以有效 此弹 这么看来 对我北岸而言 将是大用啊 北岸三个长座 全部身体一震 目中露出激动 那老玉更是右手抬起 向着凤鸟一指 刹那间 凤鸟身体颤抖 被一股大力笼罩 直奔高台时 被老玉一把 扼按在了身前 与此同时 下方那些战兽 一个个嘶吼 竟有一些飞起 直奔露台 老玉冷哼 一个目光落下 那些凶手哀嚎了一声 被一股大力横扫 竟一个不留 全部被卷起 一个个身体缩小 转眼 收入老玉的袖口内 老玉望着一脸凄惨 可却不敢吼叫的凤鸟 仔细的看了后 目中露出惊喜 与其他几个掌座 立刻沟通起来 一旁的周长老 脸色都清了 白小春眼看没事了 心底也松了口气 正要退后时 忽然的 北岸那些弟子 被胁迫的压抑之后 爆发出了 比方才 还要强烈 无数倍的怒吼 白小春 我要杀了你 白小春 我们北岸与你 势不两立 天杀的白小春 北岸无数人 额头轻轻鼓起 纷纷怒吼 白小春转身 右手抬起 拿出了一枚 寻常的丹药 高高举起 抬起下巴 瞬间 北岸所有弟子 全部一颤 立刻闭嘴 收声了 白小春 小袖一甩 黑黑一笑 将丹药扔在了嘴里 快速下了台 紧接着 他的身后 北岸的愤怒之声 惊天动地 第九十五集 白师叔 这 这乃神人呢 哎呀 白师叔 这是要在北岸 攻敌这条 不归路上 走到底的 节奏啊 南岸中人 一个个看向 白小春时 全部都露出 敬佩之意 他们是 法子 肺腑的 夫妻了 甚至不少人 都在庆幸 如白小春 这样的祸害 好在 不是北岸的人 否则的话 他们无法想象 这一次南岸会受到多么大的创伤 我们南岸出一个白师叔就可以了 他一个人就可以让整个北岸疯狂 徐宝才这一天 已经多次傻眼了 可他此刻还是发现 这白小春的强悍永远没有尽头 可不管如何 这天交战哪怕变了味儿 也还是要进行下去 就在这南岸敬佩 北岸疯狂时 第三轮的第四场开始了 上官天佑 鬼崖 以及白小春 三人都是连胜三场 这一次不需要他们上台 要进行的是总排名四五六的争夺 公孙兄妹与徐松之间 很快就在这站台上陆续的展开了对决 最终 公孙云胜了公孙婉儿 又将徐松击败 以不需要继续鄙视 首先出局 列在了总排名的第四位 徐松尽管不如公孙云 但却与公孙婉儿一战中胜出 总算是胜了一场 一样出局 列在了总排名的第五位 至于公孙婉儿 五场 全部失败 暗淡之下 成为了总排名的第六位 紧接着要进行的 就是这一次天交战的前三排列 白小纯上官天佑 鬼崖三人的排名 到底会是如何呢 南北两岸弟子纷纷的关注 只是 每次北岸众人看到白小纯 都会怒火中烧 对于鬼崖 与上官天佑 他们的确认可 但白小纯这儿 他的无耻 他的卑鄙 一样的 也被北岸认可了 此刻所有北岸的希望 都放在了鬼崖那里 在他们看来 白小纯就算是再有什么阴谋手段 面对绝对的力量 也都将被催苦拉小 第一站 白小纯上官天佑 欧阳杰的声音 似乎也因白小纯的出现 失去了阴冷 带着一丝感慨 上官天佑猛的抬头 眼中有 绿色一闪 当初资格赛时 被白小纯超越的一幕 浮现脑海 他的墓中露出 灵芒 迈步走上站台 由山风吹来 掀起他的长发 使得这一刻的上官天佑 看起来俊朗非凡 如同一把宝剑 让无数弟子 目中露出神采 不过 南岸众人 却不敢喝彩 毕竟白小纯也是南岸 况且白小纯的手段太多 他们担心喝彩的话 会被白小纯记住 一个个儿 只能忍住了 反倒是北岸 此刻居然为上官天佑欢呼 这欢呼声 让上官天佑心里别扭 他知道 北岸不是因为自己 而是因为白小纯 才对自己发出欢呼 也就是说 就算与白小纯对战的是一头猪 北岸也会为这头猪喝彩 这么一想 上官天佑心底对白小纯 更为的不悦 白小纯干咳一声 走上了站台 看着上官天佑 他小袖一甩 一脸笑容 罢了罢了罢了 我们都是 他还没等说完 上官天佑目中寒芒 炸出 右手抬起一指 立刻 他的身边一把飞剑 发出尖锐的破空之声 瞬间飞出 如一道闪电 哄的一声 直接出现在了白小纯的身前 一路势如破竹 速度之快 刹那 距离白小纯不到七尺 白小纯 双目瞬间收缩 危机关头身体猛的下蹲 一道剑锋 从他头顶呼啸而过 甚至有一缕头发都被斩断 从白小纯的面前飘落 修饰斗法 只争朝夕 这一戒 你就算不妥 也不会要你的性命 你性格顽利 缺少教养 既然你的爹娘 没给你教养 那么 我来给你一个教训 以后要记住这一点 别用那些歪门邪道 丢我们南岸的脸 上官天佑开口时 他的飞剑刹那归来 漂浮在他的面前 北岸看到这情况 安静了一下 瞬间就欢呼了起来 只是南岸这边 却一个个都沉默了 看向上官天佑时 都露出不满 即便是之前 再追捧上官天佑的 也都皱起了眉头 他们对白小春 没有厌恶感 白小春在他们看来 虽晚礼 可却不过分呢 虽让人无奈 可却会从心底 产生喜爱 哪怕是北岸 对他恨之入骨 可对南岸而来 白小春是代表 南岸出战的 他的一切 都是南岸的荣耀 甚至每个人都看出了 方才白小春的开口 分明是想认输 显然是不愿于上官天佑 自相残杀 而且还有一重含义 是想要让上官天佑 节省灵力 为鬼崖之战 争取最大的迎面 上官天佑不可能听不出来 可居然还要出手 且近乎是偷袭的方式 甚至还出口教训 如其爹娘 这种行为 让南岸很多人 心里是不齿 白小春蹲着身子 睁睁地看着 面前飘落的头发 收起了脸上的笑容 抬起头时 他望着上官天佑 对方教训的话语 还在耳边回答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一念有恒 你是天骄 看不起我 没有关系 我本也不在乎别人的看法 白小春 沉深开口 这一刻 他身上似乎与平常 不太一样了 你偷袭我 也就罢了 我修行师未长生 本就不喜欢打打杀杀 白小春右手抬起 一把扯下身上那些暗淡的扶肘 扔在了一旁 他的身上 在这一术 隐隐地有一丝铁血之意 竟逐渐地升起 南岸人群内 侯云飞双目一鸣 身体控制不住的震动 他望着这一刻的白小春 那种当年在洛臣家族时熟悉的感觉 出现了 可你有什么资格 带我的爹娘叫醒我 白小春猛地抬头 他的眼中露出血丝 他的爹娘走得早 这对他影响很大 甚至他之所以想要长生 也都与此有很大的联系 他的性格乐观 那是他从小刻意摆出的 他如果不乐观 一个幼小的孩童 亲眼看到爹娘病逝而去 在房间里 与爹娘的尸体 居住了数日 他不愿相信 他哭喊着爹爹娘亲 直指尸体发臭 直指被乡亲们埋葬 他待了很久很久 甚至有一段时间 他喜欢自己和自己说话 这样的孩子 长大之后 这一生都会阴暗 他一笑带铁哭 将思念化作对长生的信念 他永远记得爹娘临死前 带着不舍 让自己好好活下去的话语 他晚礼 可他有分寸 很多事情他不是故意的 他的心底始终善良 他怕死 甚至给人懦弱的感觉 可在面临同伴危机时 轻易战胜了死亡 他可以怒吼着 颤抖着 回头去拼死一战 他搞怪 可他重情 张大胖 李清侯 侯云飞 杜灵飞 侯小妹 掌门 所有对他好的人 他一辈子都记得 你有什么资格 白小春身体轰的一声 直接冲出 速度之快 刹那节就出现在了 上官天佑的面前 上官天佑 双眼猛的一缩 全身汗毛竖起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白小春的拳头 带着银色的光芒 一拳落下 哄的一声 上官天佑身上的防护之光出现 可这些防护之光 根本就无法阻挡 丝毫 瞬间崩溃 白小春的拳头 视如破竹 直接落在了上官天佑面前 急速的出现了一面小盾上 哄的一声 这小端颤抖 竟被白小春一拳直接打飞 撞在了上官天佑的胸口 上官天佑喷出鲜血 身体被大力推动 登登登的 退后了十多步 鲜血再次喷出 神色内露出了无法置信 哄 这就是天骄 白小春淡淡开口 这一刻他没有抬起下巴 没有摆出高手寂寞的样子 可偏偏 这一刻的他 给所有人的感觉 都是如骄羊一样 南岸传来无数的稀奇声 北岸 全部震撼 鬼崖的眼中爆出精芒 楼台上的掌门等人 全部神色变化 神色凝重 白小春 上官天佑 感受到了羞辱 他怒吼了一声 双手掐绝石 身体外瞬间出现了五把飞剑 这五把飞剑 每一个都散出惊人的剑气 在上官天佑的剑灵之体操控下 直奔白小春呼啸而去 速度之快 惊天动地 仿佛化作了五条 足有半杖粗细 十多杖长短的剑龙 有的横冲直撞 有的跃出弧形 轰鸣而去 甚至战台都出现了一道道裂缝 这样的气势 一剑可以斩杀寻常弟子 两剑可以灭去其他骄子 如公孙云这样的天骄 也在三剑下认输 而此刻 五剑出现 一时之间 整个站台 剑气纵横 我不懂剑法 没有剑灵之体 可在我看来 剑 不是这么用的 白小春 平静开口 右手抬起一指 立刻金屋剑化作一道金光 瞬间飞出 在他的面前 向着前方斩下了一剑 任你三剑还是五剑 我只一剑 这一剑斩下 传出滔天巨响 形成了一道剑气风暴 这一剑斩下 拥有举重弱轻 又蕴含了举轻弱重 这一剑斩下 白小春体内灵力 精确的没有半点浪费的挥法 他的确不懂用剑 可他懂紫气玉顶 懂举重弱轻 懂得举轻弱重 懂得一片叶子掉不起太重的木块 可是若把叶子卷在一起 可以掉起石块 把叶子撕成一条条编在一起 可以掉起更大的岩石 他懂得是灵力的运用之法 一法通 不说万法通 但在宁气中 配合他的不死银皮 已是无敌 睁耳欲聋的声响 撼动八方 站台无数碎师飞舞时 白小春斩下的一剑 形成了风暴 在于上官天佑的五道剑龙碰触时 直接爆发 那五道剑龙全部扭曲 砰砰声中 直接碎裂 全部爆开 而白小春的一剑风暴 却横冲直撞 在上官天佑面前 直接爆发 凤掀起白小春的长发 他站在站台上 身色平静 没有背着手 没有小袖一甩 可这平静 在那剑气风暴的衬托下 成为了一幕永恒的画面 深深的烙印在了南北两岸 所有弟子的心中 他 他真的是 白小春 这一刻 每个人的心头 都轰然的震动 南岸震惊 所有认识白小春的弟子 在这一瞬 仿佛从来不认识他一样 这一刻的白小春 给他们的感觉 极为的陌生 于记忆里的那位 喜欢让人喊他白石书 渐渐的 总是让人想揍他一顿的身影 完全的不同 北岸 传来无数的稀奇声 他们所有人都在这一刻 呆呆的看着白小春 每个人的心神 都掀起了轰鸣巨响 他们在这之前 不认识白小春 对他的印象 停留在之前几场的无耻 可如今这一幕 让他们所有人 都倒吸了口气 楼台上 正远东 目露齐盲 四周其他各风长作 每个人都凝重起来 李清侯的眼中有笑意 他在心里带着温暖 看向白小春时 有一股自豪 那些长老 一个个也都深吸口气 神色凝重 半空中上官天佑 鲜血喷出 他的目中露出茫然 他不相信 自己居然输了 而且是输给了 他瞧不起的白小春 这对他来说 内心的耻辱之大 超过了身体上的创伤 他不甘心 眼看自己要调出站台 他发出了一声淒厉的嘶吼 白小春 我们这一战 还没有结束 他话语传出时 咬破舌尖 喷出鲜血 头发肉眼可见的枯萎了一些 双手飞速 掐绝之下 立刻 他的全身颤抖 从他的天灵位置 竟爆出了一道血光 这血光一瞬 滔天居然化作了一把血剑 十大秘法 本命剑 不少人立刻认出尸声的惊呼 地杀阵 上官天有 不顾一切的双手掐绝 向着白小春一指 立刻 他血剑 轰的一声 化作无数血丝 竟纵横在了一起 化作了一张剑王 刹那 直奔 白小春 所过之处 传出更强烈尖锐的破空声 白小春抬起头 右手抬起 依旧是一指 这一指 立刻 他的前方 瞬间虚无 仿佛扭曲 一尊庞大的子顶 木然间幻化出来 此顶极为凝实 甚至上面的图案 都清晰可见 如同真实的大顶 看不出丝毫虚幻之处 此起化顶 天哪 太真实了 这不是寻常的紫棋画顶 这是到了第二阶段了 南岸顿时惊呼 尤其是紫顶风 惊呼之人更多 北岸那边 也都纷纷的倒吸口气 在这所有人的眼中 这紫顶与血色的剑阵 木然间碰到了一起 爆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巨响 上官天有 喷出鲜血 惨叫一声 直接被卷了出去 白小春身色如常 站在站台上 望着天空消散的大顶 忽然的 北岸人群前的鬼牙 一眼中爆出奇异之芒 身体瞬间飞出 直接就站在了站台上 上官天有 已无力再站 那么也省了反锁 你来与我一站吧 鬼牙的话语一出 全身上下瞬间 升起了阵阵黑雾 环绕四周时 那些黑雾化作了 一道道厉鬼 向着白小春 发出无声的嘶吼 那一个个厉鬼 样子猙獰 有的劈头散发 有的全身青皮 还有的如腐烂了 不知多少年的尸骸 提着自己的头颅 极为的可怖 整个站台 瞬间就被一股死气弥漫 使得南北两岸的弟子 纷纷的心底一寒 与此同时 一道道身影 从两岸人群内飞出 那些人 一个个神色凝重 他们不是外门弟子 而是两岸的内门弟子 此刻全部出现 重点关注 这天交战的最后一站 甚至 种到山顶的四道太上长老的神石 也都一扫而来 凝聚在了站台中 这一刻万众瞩目 白小春转身望着鬼牙 他的神色凝重起来 这一场天交战 鬼牙出手的几次 实在是太过惊人了 一指几乎灭杀吕天磊 而且那还只是七成之力 若是爆发出全部战力 难以想象 就在白小春看向鬼牙的刹那 鬼牙眼珠在油盲一闪 右手抬起 一直向着白小春点去 与此同时 天地轰鸣 在鬼牙的身边 一个庞大的鬼爪 木然出现 占据了半个站台 掀起了破空之声 带动惊人气势 直奔白小春瞬间轰去 速度之快 眨眼就临机 白小春右手抬起 猛地握拳 全身上下荧光闪耀 仿佛成为了一个银人 向着那来临的庞大龙爪 一拳轰去 远远一看 瘦小的白小春 他与那惊人的鬼爪相比 是微不足道 可他的拳头 却是在这一术 与那鬼爪碰触的刹那 爆发出了惊天动地 震耳欲聋的巨象 这声音如天雷翻滚 传遍四周 使得站台两边的外门弟子 全部都倒退开来 神色骇然 甚至不少人 直接被震得头晕眼花 一股大力在白小春的拳头 与鬼爪之间爆出 那鬼爪颤抖 咔咔声响 竟出现了碎裂 这碎裂瞬间弥满 扩散整个鬼爪 也就是一个呼吸的世界 砰的一声 这庞大的鬼爪 竟然崩溃得四分五裂 无数黑色的雾气 向着八方卷去 整个站台 都仿佛震动了一下 鬼爪眼中爆出精芒 身体退后一步 狠狠地踏了一脚 脚下的地面 出现了一圈碎裂 他对面的白小春 此刻灭色红润 身体一样退后一步 右手荧光闪耀 可仔细一看 也在微微地抖动 四周的观望弟子 此刻全部倒吸口气 无论是北岸还是南岸 全部都传出了惊呼与哗然 这白小春居然这么强 他竟然与鬼爪师兄平分秋色 我想起来了 他当年曾在洛晨家族叛变时 九死一生 越急杀敌 本以为有些夸张 可现在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有弟子能碎灭鬼爪的鬼爪 那些内门弟子 一样心惊 他们看着白小春与鬼爪 每个人都心里 咯噔一声 更有苦涩 这种外门弟子 让他们都觉得害人 在他们的眼中 这已经不是外门了 这是什么呢 这是妖孽 多少年都未必能出现的一个妖孽 而如今居然出现了两位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一念有恒 楼台上掌门墓中露出惊喜 四周灵溪宗长老 也都纷纷侧目 白小春皱起眉头 他的右手方才出现了酸麻 虽然很快就恢复了过来 可眼前这鬼爪 对他来说 是个劲敌 能碎灭我五成力凝聚的第一只 你比其他人要强很多 那么 我可以放心的展开八成力了 鬼爪望着白小春 眼中竟露出了强烈的兴致 好像很欣喜一样 右手掐绝 向着白小春再次一指 话语一出 立刻白小春头顶的半空 突然云雾缭绕 黑气凝聚 刹那 如被一只无形大手 撕开了一道裂缝 一个巨大的鬼爪 再次出现 甚至 比之前险些击杀了 吕天磊的鬼爪 还要粗大 还要惊人 哄的一声 直奔白小春来临 如山巒压顶 哄哄而来 白小春木然抬头 右手握拳 在那鬼爪降临的刹那 身体拔地而起 化作一道长虹 主动出击 临近鬼爪 一拳轰出 这一拳 具备了某种事 它全身荧光弥漫 喊动苍穹 一身不死劈 在这一刻强烈爆发 使得一拳落下 那鬼爪颤抖 竟一样的出现了裂缝 鬼崖灭色一遍 恰觉第三指 第四指 第五指 全部同一时间展开 眨眼间 在白小春的四周 三个磅礴的鬼爪 同时出现 向着他这儿 狠狠地轰来 这一切 说来缓慢 可实际上 只是刹那间发生 眼看四个鬼爪 都在冲向白小春 四周的外门弟子 一个个传出惊呼 那些内门弟子 也都是心神震动 楼台上 掌门等人纷纷起身 李清侯眼中精芒一闪 但很快就收起了 要去救人的念头 电光火石间 巨像滔天 轰鸣间 那四个鬼爪 同时轰在了白小春身上 掀起冲击 向着四方扩散时 展台更是碎裂开来 无数碎石被掀起 还有陈武弥漫 使得白小春所在的地方 一片模糊 可就在这模糊的瞬间 一道身影快若闪电 直接从那片模糊内 一冲而出 速度之快 瞬间 临近鬼崖 碎吼锁 一个低沉的声音 木然爆发 银光成为了 所有人目中的遗弃 那仿佛凝聚了 全身银芒的两根手指 直接就出现在了 鬼崖的面前 一股 他首次感受到了的 强烈的生死危机 让鬼崖 低吼了一声 全身武器瞬间爆发 更有大量的防护之光出现 身体急速后退 可就在他退后的同时 一股吸力 从白小春的两指内传出 使得鬼崖的身体 不但无法后退 反倒被吸得 越来越近 而他展开的防护之光 在与白小春的两指碰触时 仿佛脆弱的不开一击 全部崩溃 任凭他如何抵抗 甚至还展开了三个小盾 也都于是无补 那三个散发光芒的小盾 在与白小春的两指碰触时 第一面盾催枯拉朽 直接四分五裂 第二面咔咔声响 成为了两半 第三面虽还完整 可却被大力撞击 直接飞向一旁 依旧是无法阻挡 眼看白小春的两指 穿梭了一切 视如破竹的 出现在鬼崖的面前 就在这时 鬼崖发出一声凄厉之音 他的头发赫然有三成 瞬间化作白色 以这种代价 换来的是身体猛的模糊 被白小春的双指 直接穿透 可却一捏抓空 哄得一声响 抓空的地方 传来阵阵的啪啪声响 仿佛捏碎了空气一样 而在白小春的远处 鬼崖的身影再次出现 一口鲜血喷出 脸上甚至出现了一些皱纹 能让我动用一次保命之法 白小春 我小看了你 鬼崖气喘吁吁 抬头盯着白小春 眼中不但没有退缩 反而露出强烈的战役 可心底早已亥然 他不知道 对方最后用的是什么神通 竟爆发出了超越宁气的战力 白小春嘴角溢出鲜血 他站在那里 刺客身影显露出现 背后的大锅碎了 身上的皮有不少崩溃了 全身上下看似如常 可他的气息也都紊乱了一些 之前对方的五指鬼爪 白小春虽承受了下来 可一样艰难 若非是不死皮 倒了银色 他之前就败落了 可惜的是 势在必得的一击 却被对方给躲开 第九十七集 这一刻 四周的弟子 已经纷纷的脑海嗡鸣 呆呆地看着站台上两人 每个人的心神都掀起了滔天的大牢 南岸的众人恍惚 他们此刻终于明白 为何白小春可以在洛臣家族的一战中生存 为何可以被列为荣耀 原来他这么强 这是每一个南岸弟子此刻心中唯一的震撼 而北岸的众人此刻心中的复杂已到了极致 露台上 灵溪宗众多长辈 一个个目露齐芒 他们看着白小春 脑海里浮现的 都是他全身的银色光芒 以及刚才那 惊艳绝伦的一击 是波斯长生公 到了淫僻的程度 方才那最后一击是随后锁 没想到 几乎无人能修成的波斯长生公 居然有人修成 可惜啊 这波斯长生公虽威力不俗 来历神秘 可却只有残片 众人深吸口气 一个个传出话语 很期待 他们两个人中 能有人在若干年后 成为传承序列 掌门轻叹 他也知道 这个期待很遥远 传承序列太难了 想到这里 他不由地看向李清侯 两家子内 踏入金丹 就可成为传承序列 我们这一代 只有清侯有希望 与此同时 站台上 鬼牙右手一挥 立刻一道青光飞出 化作了一杆青木大帆 被他直接刺在了面前的地面上 他整个人盘膝坐下 猛得抬头时 眼中露出昂然的战意 白小春 你知道我解开封印 第一层封印 开 他木然开口 右手掐绝 向着眉心一指 蹦的一声 他的身体 在这一刻颤抖 一道道 黑丝从体内疯狂地钻处 向着四周扩散时 他的身体 猛地膨胀了一倍 一股 更为强悍的气息 直接爆发 这气息之强 已是凝起 这个境界的极致 第六指 第八指 第十指 贵亚地后 恰觉皆向着白小春一指 竟连续展开了五指 任何一指 都比之前有强悍太多 此刻全部展开 天地震动 五根巨大的鬼爪 从天而降 气势如虹 距离很远 就可以看到 织本白小春 轰鸣而来 这还是宁气的术法吗 这分明就是 祝鸡的神通啊 我也是首次看到 宁气弟子 展开如此惊天之法 只有秘书才可以做到 我灵溪宗十大秘书 每一个都可以在宁气小城 此中所有人 全部倒吸口气 露出了骇然 白小春 双眼收索 这一刻的鬼爪 给他的压力之大 超越了之前 可距离曾经在 洛臣家族最后 与洛臣少主一战时 还是不如 毕竟 这也不是生死交锋 而当时的一幕 却是 你死我活 虽然如此 虽然不是生死斗 可白小春不想输 若没有机会 也就罢了 可如今既然有机会 他想要这个第一 不畏虚名 只为李清侯 看向自己时 眼中出现的欣慰 这就足够了 白小春眼中血丝浮泻 他袖子一甩 掐绝尖 体内灵力瞬间扩散 紧接着 一尊尊紫色的顶 刹那出现 一尊 三尊 五尊 眨眼间 五尊子鼎幻化 向着四周来临的 五根鬼爪 木然的冲去 与此同时 他的金屋剑 木然飞出 化作了一道金光 银银可见 里面有金屋之影 传出尖锐之一 直奔鬼呀 而白小春的身体 也在这一刻冲出 不去理会那五根鬼爪 展开全速 向着鬼崖临近 轰轰之声 瞬间扩散 五尊子鼎 在与五根鬼爪 碰触时 全部崩溃消散 而那五根鬼爪 也都模糊了一些 气势散去了小半 可依旧速度 刹那追上白小春 直接轰去时 白小春身体外 传出了一声贺鸣 神鹤盾 出现 幻化出一尊巨大的仙鹤 将白小春笼罩在内 巨像滔天 五根鬼爪 与神鹤碰触 咔咔声回荡节 这五根鬼爪 更为暗淡 甚至都出现了碎裂 可神鹤 也发出一声哀鸣 瞬间消散 回到小盾内 无法继续阻挡 使得那五根鬼爪 再无阻碍 轰在了白小春的身体上 但就在碰触的刹那 白小春全身黑光闪耀 覆盖全身 正是李清侯 给他的保命之物 那五根鬼爪 在碰触着黑光的一瞬 终于无法继续支撑 在正儿御龙的声响下 全部崩溃开来 白小春喷出一口鲜血 全身黑光消散 可除了一口鲜血外 他毫发无损 眼中精芒一闪 随着金屋剑 已到了鬼爪物杖内 而那金屋剑速度更快 距离鬼爪不到一丈 鬼爪灭色变化 抓住面前青木大帆 身体一跃而起时 金屋剑顺着肩膀呼啸而过 虽被他勉强避开 可依旧豁开了一道伤口 鲜血溢出时 鬼爪顾不得剧痛 手中大帆猛地挥舞 头皮散发 眼中露出血丝 第二封也开 石鬼也行 他手中的青木大帆 大力地挥舞 立刻就从这帆内 传出了一声声 让人心神震颤的嘶吼 猛然间 帆部内伸出两只 长满鳞片的龟手 向外狠狠地一丝 钻出了一个 头身独角的猙獰鬼头 在他的身后 还有一只全身青皮的厉鬼 也凝笑中钻出 就连天空 此刻也都仿佛阴暗下来 一片乌云遮盖了阳光 使得站台光芒暗淡 仿佛黑夜 一头头厉鬼 赫然从帆内出现 一共十头 每一个都爆发出 凝起大圆满之力 直奔白小春 白小春灭色一变 心惊肉跳 他就算是再厉害 也无法同时面对 十个具备大圆满之力的厉鬼 鬼啊 此刻也松了口气 他的第二封印 无法开启时间太久 此刻眼看石鬼出现 他心知 这一次自己必定胜出 此刻 于石鬼后方 他冷眼看着白小春 眼中露出了精芒 二人这番斗法 如龙针活动 看得四周之人不断惊呼 此刻也都看出鬼啊强的 北岸纷纷振奋 南岸也都焦急起来 白小春身体不断后退 那十尊厉鬼纠缠 每一个都具备强悍修为 红明街 他就算是有金屋剑阻挡 也都无法摆脱 是个夜行 危机关头 白小春忽然抬头 看着天空的那片笼罩站台 使得这里如同黑夜的乌云 眼中突然一闪 右手掐绝一指 立刻金屋剑直奔 天空云层而去 四眼轰开这片云雾 使得站台不再黑夜 鬼啊眉头一皱 白小春反应速度很快 他的这种神通虽是强悍 可最好的施展状态 是在黑夜 黑夜时将没有破绽 若是在白天 除非是到了白鬼遮天的境界 否则的话 会有破绽之处 这云雾并非寻常 只有练灵之宝 才可以克制一下 而且会被吸在里面 这白小春就算是找到了破绽 以他的力量也打不开 哼 鬼啊心底愣笑 就在这一时 轰鸣传出 金屋剑直接飞入云雾内 光芒一闪 让这云雾 让这云雾吸薄了一些 可那片云雾诡异 竟将它吸在里面 无法继续展开破坏 白小春 白小春着急 身体退后时 随性再次取出一把 练灵两次的飞剑 操控一甩 直奔云雾 轰得一响 使得云雾又吸薄了一些 可还是被吸住了 但鬼啊那里 却是看得一乐 有一把练灵之宝 紧接着 还没等鬼啊反应过来 白小春发现 居然有用 于是一口气 拿出了七八把飞剑 全部操控 直奔天空 其中有四把飞剑上 此刻赫然有荧光闪耀 都是练灵两次 齐齐的涌入云层时 没有练灵的飞剑失效 可四把练灵之剑 却让云层轰鸣 更为稀薄 甚至有阳光洒落 使得那石头厉鬼 发出了七力之声 连忙避开 这鬼啊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 以他的定力 也都惊呼出声了 这么多 该死的 他最多也就这些了 不但是他这样想 南北两岸的外门弟子 一个个都睁大了眼 无法置信 传出了惊呼 天哪 这白小春 怎么这么多练灵之物啊 任何弟子获得一把 都是难得了 可他 他居然这么多 谁给他练的呀 人群惊呼时 张大胖也在南岸的众人中 只不过是比较靠后 之前为白小春欢呼时 因人太多 也就没有让人注意 可是此刻 他看到白小春那些非解 立刻抬起头 神色傲然 心底更是骄傲 这些 都是我张大胖脸的 就在鬼崖以为 白小春再没有 列灵之物时 白小春立刻惊喜 发现了列灵之物 可以克制云雾 顿时大笑 同时竟又取出了两把飞剑 银光一闪 依旧还是列灵之物 直奔云层 不可能 鬼崖骇然失声 轰的一声响 天空的云雾在这一刻 被八把列灵飞剑轰击 再无法承受 直接溃散开来 使得阳光落下 那石头厉鬼残叫 齐齐后退到帆内 不敢出现 与此同时 白小春大笑 身体木然冲出 直奔鬼崖 双支银光闪耀 最后所凝聚 鬼崖面色极为难看 正要反击 忽然一口鲜血喷出 身体颤抖 打开第二层封印 后遗症出现了 他的眼中露出了不甘心 可身体急速后退 认出 他咬牙开口 知道自己如今的状态 绝非白小春的对手 可他心底不服 方才那一刻 若非白小春 有那么多的列灵之宝 那么赢的人 必定是自己 又或者 如今是黑夜 那么 他也一定 可以赢 在他认输的瞬间 南岸众人 一愣 然后立刻激动 无数人欢呼 赢了 赢了 我们南岸赢了 我们 第一是我们的 第三 第三 前三有我们两位 牛逼 一雪千尺 白师叔 无敌 南岸欢呼惊天 而北岸众人 却一个个苦涩 纷纷沉默 他们也看出了 不是鬼崖不强 而是白小春 那儿 宝物太多 白小春 你的列灵之宝 为何这么多 鬼崖盯着白小春 他想要知道 自己输的原因所在 我师兄张大胖 是千年 不对 是万年罕见的 列灵天才 我的宝贝 都是他给我练的 要怪 就怪你没有一个 练灵天才的师兄 白小春 傲然开口时 南岸众人 立刻惊呼 尤其是紫鼎山 更是哗然起来 张大胖 如此神人 到底谁呀 张大胖 他 他是我们紫鼎山的呀 他是长作的弟子 天哪 他平时很低调 没想到这么厉害 张大胖振奋 一个高蹦起 扯着嗓子 阳天大吼 我就是张大胖 白小春的所有飞剑 都是我练的 他激动无比 吼出了最大的嗓音 传遍四周 就连露台上的掌门等人 也都好奇的看了过去 在这众人哗然震动时 白小春眨了眨眼 抬起小下巴 小袖一甩 摆出了绝世高手的样子 转身走向站台 人生寂寞 我白小春弹指尖 天交战所有天交 灰飞烟灭 第九十八集 这场天交战 成全了张大胖 甚至就连掌门等人 看向张大胖时 也都一个个好奇 尤其是掌门 他更是 在看了一眼后 身体一震 念力 他神色凝重 话语说出时 四周众长老与长座 一个个都大吃一惊 仔细看去后 纷纷眼中一亮 徐媚乡带走吕天磊 疗伤未回 否则的话 此刻一定也会 不可思议 大胖这孩子 从小就被媚乡师妹 带回山上 如今总算是有出息了 练灵养念 念强灵强 此子日后要重点培养 掌门欣喜 缓缓开口 说起来 清柔那丫头也不错 虽不如天佑 可也有自身的机缘 她与我清风山的护山界 有特殊缘法 如今正在清风洞内感悟 若有所成 我清风山未来 或可多一个 剑林守护者 清风山的掌座 微笑着说道 在这下方站台 南岸欢呼 北岸沉默时 这场天交战 就此结束 掌门宣布了结果 白小春 成为南北两岸 外门天交战的 第一人 以这种身份 晋升内门弟子 奖励去中道山 天交戈 选择一件 宁气质宝的资格 同时 奖励以此 灵溪宗秘境 感悟神通的机缘 只不过 这机缘在宁气时 用掉有些浪费 能拿到第一的弟子 必定能助击 所以 在助击时使用 感悟的效果 才会最好 最后 还有一万灵石 作为奖赏 与此同时 郑远东 更是钦点 前十弟子 奖赏天交之称 晋升内门弟子 随后 众人 才慢慢的散去 北岸岸的 南岸振奋 那些天交 更是复杂 鬼牙盯着白小春的背影 深吸口气 依旧不服气 转身离去 至于北岸的 其他天交 公孙兄妹 也都握紧了拳头 还有徐松 也是如此 他们一个个 以决定 回山后 立即闭关 至于南岸的周新奇 他始终觉得 这些不太真实 望着白小春 他的神色有些恍惚 相比于他 对这一切更不真实的 谁呢 则是上官天佑 他整个人都暗淡了下来 四周几乎没有人看他 他主动偷袭的一幕 已经成为了一个耻辱 永远地留在了南岸众人的心中 彩笑一声 上官天佑狠狠地握住拳头 这才宁气而已 主准 我一定会第一个主准 超越白小春 超越鬼崖 带着绝短 上官天佑 强挺着自己的骄傲 化作长红圆曲 渐渐地 人群全部散了 天交战虽结束 可这场天交战带来的影响 确实刚刚开始 白小春的名字 从这一刻起 传遍了南北梁啊 尤其是北岸 他的名字无人不知 可却成为了一个禁忌 那是北岸公敌 那是带给北岸耻辱的 无耻之人 尤其是北汉里 更是被他师尊带回山后 立刻闭关 没脸见人了 至于那头大狗 也被他解开了弃鱼 直接扔在了北岸 放弃了拥有权 虽然这夜行手不俗 可却没有人敢去操控 也就使得那条大狗 几乎成为了野狗 在北岸四座山峰 偶尔可以看到他的身影 无数北岸弟子疯狂的修行 一个个都憋足了劲 都在发誓 总有一天要让白小春付出代价 血洗耻辱 甚至北岸都自发的组成了一个组织 叫做灭纯联盟 这个组织的使命 就是灭了白小春 而张大胖 也因为这一次的天骄战 名气彻彻底底的被传出 白小春与鬼牙的最后一战 那七八把练灵之宝实在是太震撼人心了 至于张大胖 成为了紫鼎山新的天骄 无数人前去拜访 希望可以收获张大胖的友情 能给练灵 张大胖得意非凡 可却矜持起来 不是什么人都给练灵 他越是如此 就越是被人看好 就连许妹一箱 也都把张大胖召过去 仔细的盘问之后 觉得匪夷所思 尤其是他在张大胖身上 清晰的感受到了念的存在 最终 严禁张大胖给其他人练灵 告诉他 除非给白小春练出了 练灵五次之宝 否则不可谓旁人练灵 对此 张大胖虽诧异 可是却点头答应了 练灵最是神秘 或许白小春那孩子 与张大胖之间 存在了某种冥冥中的联系 相辅相成 方可大成 徐妹一箱望着离取的张大胖 若有所思 没有去详细追问 灵溪宗的宗旨 是每个弟子都有自身的原法 不可贪婪 否则就是触犯了宗门的根本 责罚几种 况且白小春身份不一般 就算是他 也没有办法随意的拿捏 灵溪宗万年不倒 越来越强大 这条铁绿也是其中的一个重点之一 数日后 白小春获得了内门弟子的衣衫与令牌 也在湘云山负责内门的徐长老的引领下 整理了行李 离开了他居住了数年的院子 内门弟子可以居住在灵气更浓的洞府 所谓洞府 洞天之府内有乾坤 白小春身为天交战第一 洞府任选 他自然选择了一个最好的洞府 在湘云山的后山 一条山街小路的尽头 存在了一个幽静 可却灵气浓郁的洞府 府内有十世五间 顶堂都有夜明珠散出光芒 尤其是大厅的位置赫然存在了一个小泉眼 泉水霍霍竟有一些温度 形成了一个数十丈的温泉小湖 里面还有一些适应这个环境的鱼儿游走 整个洞府虽然简单 可却透出了一股大气 炼药房 闭关室 灵直区 室法地 全部齐全 更有两句修为 堪比宁气五层的傀儡 负责白小春的起居生活 府内每个十世都有自身的阵法 大厅的阵法一旦打开 上方的眼笔会虚幻露出天空 夜晚时 可以看到外面的星辰月色 而整个洞府更有一个大阵 一旦开启 就算是筑基初期的修饰 一时半会儿也难以破开 这一处洞府 就算是给筑基修饰 也绰绰有余 是整个香芸山内最好的洞府之一 白小春看得极为满意 心中惊喜 与这里比较 他觉得自己之前居住的院子实在是太简陋了 高兴的送走了徐长老 临走前 徐长老叮嘱白小春要去内门邻阁 选择李清侯指定的一门功法 这才离去 白小春 眼看徐长老走了 立刻脱光了身子 蹦到了泉水里 发出舒服的声音 尤其是那些小鱼 在身体外游走 视而轻轻啄一下 那感觉 让白小春觉得 人生如此 实在没有别求了 可惜杜灵飞不在宗门 不然的话 一起在这里泡澡 那该多好啊 白小春感慨时 想到了侯小妹 立刻眉飞色舞 打定主意 找个机会 把侯小妹带来 一起在温泉中 看着夜空星辰 我是一个有理想的人 嗯 应该让侯小妹 还有杜灵飞两个人 一起在这里泡澡 这才对啊 白小春想了想 深以为然 觉得自己之前的想法 实在是太渺小了 第二天清晨 白小春早早地离开了洞府 顺着小路走出时 看到了 在距离自己洞府不远的地方 还有一处洞府 两间洞府 距离也就是数十丈 如同对门 骑上阵法开骑 也是有人居住的样子 白小春很好奇 多看了几眼 收回目光走远 一路慢吞吞的 走在山峰的山板段 这里几乎没有外门弟子 都是一些内门弟子 人数不多 打都要么闭关 要么外出执行任务 虽然如此 可却不影响白小春在他们面前 干咳一声 摆出赞誉的模样 等人对方一愣后 称呼一声白石书 就这样 在一路白石书的呼唤中 白小春精神抖擞 大摇大摆地 走到了湘芸山的内门林阁 这里是内门弟子学习功法的地方 每一个新晋升的内门弟子 都可无常的来此学习一步 内门功法 白小春刚一到来 负责灵阁的弟子赶紧起身拜见 白小春更为欣喜 拍了拍对方的肩膀 这才选择起来 天地斩 水火真意 九天灭地绝 可看了半晌 这些功法眼花缭乱 他也不知道该选什么 似乎都是很厉害的样子 最后找到了徐长老所说的 李清侯指定 让自己修行的功法 龙像画海经 白小春拿着一枚玉解 灵力融入看了起来 很快就睁大了眼 这龙像画海经的开眷鱼 让白小春头皮一炸 人有质故 无论修为还是肉身 都存在生命本源 不可突破的质故 老夫创造此功 适合宁气修行 虽质故不可破 但却能触摸感悟 白小春倒吸了口气 他立刻就想起了救了自己一命 自称守灵人的黑袍老者 他当年说的话语 白小春立刻就觉得 这龙像画海经 非同寻常 连忙仔细去看 渐渐的皱起了眉头 发现此功看起来 似乎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之力 甚至比方才白小春看到的那些惊人的术法 有所不知 但却可以完美的架接紫棋玉顶功 而且可以提高助击的几率 白小春对于助击 再多年前就梦寐以求 此刻想起来 心脏跳动都加速了 这龙像画海经只有三层 分别对应宁起九层 宁起十层大圆满 最后一层则是助击 练到极致 肉身拥有龙像之力 体内灵力化作磅礴大海 最难得的是将 具备一个深厚无比的基础 可以在助击后 对任何功法神通都有包容性 不会出现排斥以及走错路 可以说平凡中的不平凡 就选他了 白小春立刻有了决断 无论是开卷于所说的桎梏 还是提高助击的几率 任何一点白小春都心动 他拿着龙像画海经 走出内门灵阁 换取此经后 向着洞府走去 眼看快要到了 路过对门的洞府时 洞府的大门忽然打开 一个女子的身影走了出来 看到白小春后一愣 正要回去时已经晚了 咦 新奇是侄女儿 白小春立刻惊喜 天交战时 周新奇距离自己很远 他想要让对方称呼自己师叔 可是却没有机会 此刻一看 原来周新奇是自己的邻居 对时高兴了 第九十九集 周新奇面色难看 他也没想到 自己选择的洞府 居然就在白小春洞府的旁边 当初在外门时 他知道白小春这个 喜欢让人呼唤他师叔的嗜好 心里觉得别扭 于是每次都避开 可是眼下 居然被堵在了门口 白 师叔 周新奇深吸口气 淡淡开口后 看都不看白小春一眼 飘然而去 踏着蓝铃飞起 长裙飘舞 衬托绝美的容颜 看起来仿佛仙子一样 他平日里 都是用这种方式 驱赶身边的那些倾慕者 每次都很有作用 这种超然的态度 会使得他给人一种距离感 让人无法亲近 白小春很是高兴 背着小手 露出一副长辈的姿态 赞赏的望着周新奇 似乎毫不在意周新奇的态度 要的就是一句白石书而已 直到周新奇走远 白小春这才心满意足的 回到了洞府 他觉得 今天完成了一个里程碑 终于得偿所愿 在洞府内 他拿出龙象画海经 仔细的看了看后 想起了天骄战时鬼牙的强悍 神色慢慢的认真起来 那鬼牙也不知道怎么修的 居然那么厉害 尤其是那几头厉鬼 与兽一样的操控 如果我也有一只凶兽就好了 白小春 回想那一战 心有余悸 想到这里时 他忽然内心一动 从厨袋内 拿出一个木盒 玉树种 以后有机会 去了北岸的话 或许 我获得一个 属于自己的兽 也并非不可能了 尤其是这个兽 还是我创造出来的 白小春 想到玉兽种的神奇 怦然心动 毫半伤压下心绪 将这木盒收起 沉吟片刻后 他摇了摇头 打打杀杀的事情 我最厌烦了 还是快些到宁气大圆满 这样的话 就可以去筑基了 白小春想到这里 按照龙象画海经的内容 开始修行 这龙象画海 虽可以完美 嫁接 紫棋玉顶 可修行的方式 却不一样 并非是摆出各种姿势 而是有三幅图 第一幅图 是一尊远古巨像 磅礴无比 仿佛力能开山 可呼明天地 那种肉身的极致之力 使得白小春第一眼看去 全身不由的震动起来 仿佛体内所有血肉 都因这一幅图而震颤 隐隐的符合某种特殊的规律 第二幅图是一条青龙 翻滚在云雾中若银若现 白小春一眼看去 仿佛烙印一般 脑海中不由自主的 就幻化出这幅画面 可这画面几乎刚刚出现 一息都不到 他的脑海就轰鸣起来 全身灵力不受控制的扩散 游走全身时 传来阵阵剧痛 白小春猛的苏醒 全身已出了冷汗 这是什么修行之法呀 白小春深吸口气 没有去看第三幅图 而是仔细的研究了 龙象画海经的口诀与内容 扮上之后 他抬起头 眼中露出思索 渐渐若有所思 有了明误 观想 修想 白小春 难难低语 这种修行之法很是玄妙 按照不同的阶段 去观看不同的图 借此来修行自身 可一想想 那三幅图上 必定有某种神秘的天地之力 才可以让人在看到图时 影响自身 对于刚刚入门的弟子而言 这种方法根本就不适合取修行 一旦强行取修 甚至有可能反噬自身 唯有到了宁起八层后 体内灵力不少 才可以用这种方式修行 白小春身以为然 没有浩高雾远 而是只看第一幅图 观想时 他身体颤抖 气血极速流转 仿佛暗中符合了不死皮的特性 全身荧光闪耀 隐隐的 竟给白小春一种感觉 似乎 这龙像画海 可以配合不死皮 使得威力更强 时间流逝 很快 半个月过去 这半个月来 白小春时而开炉炼药 一边修行龙像画海经 一边炼制灵药 使得自身修为 慢慢增加的同时 他的不死皮 也慢慢的银色发深 精进了不少 与此同时 在修行这龙像画海经后 他发现 自己的紫气玉顶功 明明没有去修行 可对于紫气画顶这一神通 居然突飞猛进 游刃有余 这一下现象 让白小春很是吃惊 他想来想去 最终隐约的找到了答案 龙像画海 这是一门辅助的功法 包容极巧 可以让所有神通术法 威力增加 至于开卷鱼所说的 稚固 白小春若有所思 扮上后 右手抬起 向前一指 立刻 他的前方 虚无一阵 一尊紫色的大顶 目标 默然出现 须须如真 不但比以往更庞大 威压一样强烈不少 甚至白小春有种感觉 似乎自己一个想法 似乎自己一个想法 就可让这大顶消散 化作灵力 回到体内 他念头一动 顿时 大顶消失 阵阵灵气扑面而来 钻入体内后 补充了 方才施展 此神通的消耗 白小春立刻惊喜 这种游刃有余 能发能收 正是紫气化顶 到了大成后的特征 有这个龙象化海经的辅助 我曾经想过的育人大法 或许也有了希望 就在白小春高兴时 忽然的 他神色一动 抬头看向洞府大门 卡绝一直 立刻 大门模糊 竟快速透明起来 使得他可以看到 外面的天地 此刻外面是黄昏 只见由上百道身影 正从远处 天地呼啸而来 最快的数十人 甚至已经到了 白小春的洞府之外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一念有恒 人群里 有一个青年 这青年相貌俊朗 可却面色苍白 双眼血丝弥满 整个人仿佛疯碟 似乎只要有人碰一下 就立刻会歇斯底里 白小春认识这青年 此人正是北岸弟子 北寒烈 而北寒烈身边的数十人 每一个的修围 竟都超过了寻常的宁起九层 甚至还有十多位 居然是宁起大圆满 至于后面的上百人 任何一个都是宁起九层 尤其是北寒烈身旁的一个大汉 这大汉身子魁梧 整个人如一座小山 相貌与北寒烈有几分相似 意图长发飞舞 他站在那里一言不发 可身上露出的气势 确实让白小春心中一惊 那气息已不是宁起能具备 甚至隐隐地在这大汉的四周 仿佛存在了一个看不见的漩涡 使得八方的天地之力 居然都向他这里凝聚 上百个 宁起九十层的内门弟子 白小春睁大了眼 觉得有些头皮发麻 赶紧卡绝一职 立刻他洞服的阵法 全面的开启 这上百人 都是北岸的内门弟子 准确的说 都是来自洛日风 如今到来 是要为他们的师弟 北寒烈报仇 这上百人出动 立刻引起了香云山内门弟子的注意 朱新奇第一个走出洞服 与此同时 不少香云山的内门弟子 也都快速的飞出 将这上百人包围 在包围的刹那 立刻就有人认出了 北寒烈身边的大汉 惊呼噬声 灵气成玄 这是 这是超越了宁气 介乎于助击之间 办不助击的征兆 他是 他是落日风内门 第一天叫北寒风 四周人 立刻惊呼 白小春 在洞服内 因阵法存在 也听到了 外门的声音 顿时 眼睛睁得又大了一些 诸位同盟 天交战南岸胜出 无可厚非 北寒攻合 今日来此 与南北两岸无关 是我北寒家的私院 这白小春卑鄙无耻 害得我族地悔恨一生 我身为兄长 岂能忍下 这一次前来 要为我族地 要一个交代 北寒风 话语传出 不等四周 湘芸山 内门弟子 回答 就猛地 看向 白小春的洞服 白小春 你给我滚出来 一旁的北寒烈 双眼赤红 隐隐地有泪花 他歇斯底里地 向着白小春的洞服 发出凄厉的大吼 白小春 滚出来 就在这北寒兄弟二人 开口之后 洞服内 传出白小春 委屈的声音 你们不讲理啊 我 我当时就说 让你认输了 这不愿我 当时那条大狗 扑在你身上时 我还想着 要去把你们分开 闭嘴 白小春 你出来 我北寒烈鱼 你势不两立 裴寒烈怒吼 他觉得白小春 是故意 揭开自己的伤疤 此刻疯了一样的 撑出 轰击白小春的 洞服阵法 似要把这短时间 所有的怨气 都发泄出来 白小春看得心惊 肉跳 可发现 阵法只是波动 没有丝毫 要被破开的迹象后 这才放下心来 打定主意 绝不出去 看着发狂的 北寒烈 白小春叹了口气 继续劝说 北寒烈啊 其实也没什么呀 你这样想啊 你那条大狗 和你有了这样 密切的关系 说不定是因祸得福 从此之后 你的御兽之法 一定会更厉害的 白小春 是真的想去劝说安慰 可他不安慰倒好 这么一安慰 北寒烈直接就炸了 怒吼滔天 就连北寒风 也都面色阴沉 一步走到白小春的洞服外 一掌落下 哄的一声 阵法颤抖 看得白小春心底狂震 住手 这一刻 四周的香云山内门弟子 看不下去了 他们与白小春不熟 可如今被落日风打上门来 若是这么眼睁睁看着他们出手 怕是日后 香云山的内门弟子 立刻会在灵溪中 声明扫地 此刻 四周的香云山内门弟子 瞬间冲出 要去阻拦日时 北寒兄弟带来的上百人 全部散开 纷纷阻挡 彼此没有生死斗 只是阻拦香云山的内门弟子 让他们无法短时间去干扰北寒风 这种事情 已经是两座山之间的私斗了 属于是触犯了门规 可北寒风不在意了 北寒家族一样是荣耀家族 只要不杀人 犯不了大罪 哄明见 白小春的洞服阵法 立刻扭曲 波动更强力 但这座洞服非常寻常 白小春开始还很紧张 可看着看着 发现依旧没事后 立刻就松了口气 可是他心底善良啊 他也觉得不好意思 于是再次去解释劝说 哎呀 这事真的不怨我 要不你把那条大狗炖了吧 你把他吃了 这样以后谁都知道 北寒烈阴武不凡 谁敢扑他 他就吃了谁 白小春说着说着 觉得自己好像跑骗了 正要绕回来时 门口外的北寒里 直接气的喷出了一大口鲜血 整个人披头散发 发出了七里之音 居然发昏了 一头狠狠的撞在了阵法上 这一幕 看得白小春心惊肉跳 白小春更委屈了 他早就发现了 自己这里每次 但凡遇到需要去解释的时候 总是会莫名其妙的弄巧成拙 这不是他本意 他也不想的 北寒烈的兄长北寒风 也被白小春的解释 直接怒意燃烧 深吸口气后 他的右手竟在这一瞬 出现了阵阵黑芒 眨眼间 竟在他的手心内 出现了一个黑色的弯月 如同是落日后的月亮 可这黑色的月亮 散发出的 却是阵阵让人心神震动的恐惧之力 向着白小春的洞府阵法 直接按去 哄的一声 整个洞府都颤动了几下 洞府外的阵法强烈扭曲 甚至有不少地方 出现了碎裂的征兆 可最终 还是没有崩溃 甚至眨眼间 就恢复如常 这一幕 哪怕是北韩风 也都倒吸口气 这洞府阵法之强 让他觉得极为头痛 此刻狠狠一咬牙 正要继续出手 可就在这时 一声冷恨 从远处天空 木然传来 北韩风 你在干什么 还不住手 这声音 如同闷雷 直接在北韩风身边炸开 轰鸣八方的同时 也将北韩列震得不发疯了 胆战心惊的 赶紧退后 四周落日风的内门弟子 也都是一个个面色变化 齐齐退后停手 抬头看向天空 只见六道长虹 从远处的肿道山 急驰而来 刹那临近 吼出那句话语的 正是其中一个中年男子 此人身着黑色的长袍 方怜 怒目 整个人散发出一股 毁灭的气息 师尊 北韩列与北韩风 被这中年男子的怒吼 吓得心神颤抖 赶紧拜见 四周其他落日风的内门弟子 一个个也在颤抖 齐齐低头 拜见长座 这中年男子 正是北韩列的师尊 也就是天骄战时 狠狠地瞪了白小春一眼 抱着北韩列离去的 落日风长座 不成器的东西 丢人现眼 还不滚一边去 稍候老夫再收拾你们 还有你等 回去后每个人闭关三年 作为惩罚 中年男子怒吼道 北韩风兄弟 两个人心神颤抖 有些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们虽然触犯了门规 来到了这里 可一向对他们 很是慈祥的师尊 不应该如此愤怒啊 毕竟 当日师尊 也对白小春 很是愤怒 北韩列兄弟二人 隐隐觉得有些 自己不知道的事情 发生了 心底不妙 忐忑的退后师 看向天空的师尊 这一看更是 头皮发麻 洛日风掌座身边 竟分别是北岸 另外三座山峰的掌座 尤其是渊伟风的掌座 老玉更是神色不善 冷眼看着 洛日风的那些弟子 除了北岸 四个掌座都在外 掌门正远东 也在其中 还有一人 神色淡然 仿佛毫不在意 下风众弟子的争执 他是 湘云山的掌座 李清侯 这情况 不但洛日风的 这些弟子 觉得不妙 湘云山的那门弟子 也都诧异 纷纷觉得 这一幕有些诡异 要知道 北岸 一向的狂老 像今天这样的事情 以往也发生过数次 每次都是北岸那边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如今天这样 居然如此怒斥 极为少见 就连洞府内的白小春 也都争了一下 好奇的 看向洞府外的众人 半空中 北岸四座山峰的掌座 彼此看了看后 冤尾峰的牢狱 干咳一声 看向李清侯 李清侯 摇头 丹丹丹开口 目光扫了眼 下方白小春的洞府 眼中有一抹笑意 若没有出方才的岔子 也就罢了 现在我也为难 你们 自己谈好了 这 冤尾峰 老玉 迟疑了一下 有些头痛的 看向 落日风中年男子 落日风 长作 心底 常探 知道 麻烦是自己的弟子 引起的 只能自己来解决了 于是 脸上露出笑容 看向 白小春的洞府 小春师弟 这四个字 他说出口后 自己都觉得非常别扭 整个人都不好了 可却没办法 他们北岸四丰商议后 都对白小春的发情单 极为的重视 甚至也都研究了那些战兽 得出的结论是 哪怕一节血脉 都可以被影响 这就让他们疯狂了 这单要对北岸来说 将是圣物一样 要知道 有太多强悍的战兽 因为各种原因 很难留下后代 甚至那些一节血脉 往往数十上百年 才有一次发情的时候 这也是北岸多少年来 最头痛的几个问题之一 尤其是眼下 落日风的两尊圣兽之一的 闭眼明月猴 就快要受缘断绝 可却没有血脉流下 破在眉睫 可眼下 这白小春的丹药 居然如此逆天 让北岸这四个长座 势在必得 只是查找了无数资料 也没有找到 有关这个丹药的描述 最后他们不得不确定 这是一枚白小春 自创的丹药 这才找到掌门 找到了李清侯 想要拥有 若是换了其他弟子 哪怕是内门弟子 他们只要一句话 此事简单得很 甚至 有太多方法 可以让弟子 乖乖上脚单方 可白小春不一样 他是荣耀弟子 是掌门师弟 这样的身份 让他们只能想办法去换 无法用其他的方式获得 甚至还需要 白小春同意才可 不能去强迫 原本在掌门的调和下 已经与李清侯 达成了一些条件 可还没等 他们商量完 就听说 洛日丰的弟子 去找白小春的麻烦 顿时 这北岸的四个长座 怒了 生怕洛日丰的弟子 不知道分寸 得罪了白小春 使得换取丹药的 难度加大 这才有了 方才 洛日丰长座 怒斥的一幕 小春师弟 还请 出来说话 洛日丰的长座 努力挤出和蔼可亲的样子 声音也都轻柔了许多 这话语一出 四周所有洛日丰的弟子 全部都身体一颤 北韩风兄弟二人 更是睁大了眼 呆若目击 洞府内 白小春眼珠转动 诧异的 看着外面这一幕 他觉得很不对劲 又看到李清侯 之前的目光 若有所思 尽管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可心底却起了无数的猜测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一念有恒 你的那些弟子太凶了 要打死我 我小命差点就没了 我可不敢出去 白小春心里想着事 嘴上委屈的开口 传出话语 他话语楚楚可怜 传出后 北韩风兄弟二人 只觉得一口凉起 从背后升起 四周其他的洛日丰弟子 也都纷纷神色大变 他们依然看出来了 北岸四个长座 对白小春的重视程度 那近乎是讨好了 这个时候 白小春如此开口 他们的下场可以想象 李清侯与郑元东 面皮微微的抽动起来时 洛日丰长座猛的转头 狠狠的看着那些 洛日丰的弟子 嘀吼了一声 还不快向你们 白师叔认错 那些洛日丰的弟子 一个个哭丧着脸 赶紧抱拳 向着洞府认错 北韩烈悲愈欲绝 正要挣扎 可看到师尊严厉的目光 他委屈的低下头 向着洞府抱拳 白师叔 我 我 我错了 北韩风沉默 挣扎中 抬头望着师尊 看到师尊的目光 越发凌厉后 他心底一颤 额头青筋鼓起 可却 不能不抱拳认错 整个人都颤抖了 看向洞府的目光 已是怒火滔天 小陈师弟 你看 这样可好 洞日风掌座 赶紧开口 努力让自己 更加的和蔼可亲一些 白上后 洞府阵法 出现了一道裂缝 白小春的头钻了出来 四下赶紧看了一眼 这才干咳了一声 大摇大摆的走出 抬起小下巴 一副趾高气昂的样子 算了算了算了 我身为长辈 不会和这些失职 一般计较的 白小春 很是大肚的 小袖一甩 他身前的北汉力 眼睛血丝弥漫 整个人颤抖 恨不能上去一拳 打在白小春的脸上 可却不敢这么做 他的兄长北汉风 也都觉得天地旋转 那种委屈的感觉 让他要发狂 两人的目光 让白小春生气了 他狠狠地瞪了过去 心中暗道 这个时候谁怕谁啊 闭眼神 我白小春这辈子 还从来没怕过别人 小春 你的内眉 可以让战兽发 发情的弹药 可是你自己独创啊 洛日风掌座深吸口气 柔声问道 他这一出口 老狱 以及另外两个北岸掌座 都看向白小春 眼中露出期待 北汉兄弟二人 只觉得脑海嗡的一声 彻底明白了因果 两人苦涩 对白小春是更为憎恨 白小春眨了眨眼 心里顿时明白了原因 一挺胸口 抬头 偶然地点头 没错 那伟大的丹药 正是我白小春 独门秘方 外人谁也练不出来 只有我自己狗能练制 北岸四个掌座 立刻心底喜悦 可神色上却不敢露出太多 落日风的中年男子 微微一笑 小春师弟如此年轻 就能独闯丹荒 不愧是天教啊 这枚丹药的丹荒 对我灵犀总至关重要 老夫要拿出十万贡献点 换取你的丹荒 如何 小春师弟 你将这丹荒换给宗门 可是造福整个宗门的大事 你身为荣耀弟子 宗门 就是你的家呀 落日风的中年男子 准准善有 好啊 白小春立刻开口 大有一幅 我为宗门赴汤蹈火的模样 甚至直接说起了丹方 北岸四个长座 顿时惊喜 丹方是 明爵子 朴木花 林东主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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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还有什么来着 哎 怎么想起来了 莫非是方才被人惊吓后 忘了 白小春 又皱起眉头 冥思苦想 李清侯嘴角露出笑容 郑远东有些无奈 北岸四个长座 一个个人都成精了 岂能看不出原因 纷纷苦笑时 落日风长作一咬牙 不善的看向下方的落日风弟子 被他目光扫过 包括北韩兄弟二人的所有落日风弟子 都全部的身体遗颤 大家好 我是投投院 在此呢 给大家推荐一本我的新书 择日飞升 同时给大家送上一些小福利 我们有暗号的哦 去听择日飞升 在评论里面打上 择日飞升 这书很硬 这就是我们的暗号 我们会抽取十个年会员 还有五十个月会员 送给大家 活动时间持续到 2022年的12月30号 快去搜索择日飞升 去评论里面打出我们的抽奖暗号吧 择日飞升 这书很硬哦